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油价持续走低 美通胀水平连续两个月下降 由于油价持续走低 美国通胀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同时更便宜的二手车 也减缓了美国八月份的通胀 不过其他商品的价格仍在上涨 表明通货膨胀 依旧是美国家庭的沉重负担 政府抽二表示 与去年同期相比 八月份消费者价格飙升了8.3% 尽管仍处于令人痛苦的高位 但低于七月份的8.5% 和六月份的9.1% 预计美联储将在下周宣布 再次大幅提高基准利率 这将导致许多消费者 和企业贷款的成本上升 所有加州居民 现在都可以通过HelpNow 免费获得全天在线辅导 这是一项为K12学生 和成人学习者提供的 教育资源新计划 加州州长盖文纽森宣布 这是对公共图书馆投资的一部分 现在在全州 1130家当地图书馆的任何网站上 都可以获得实时的作业辅导 HelpNow试点进化 目前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 都可以以英语和西班牙语 提供数学以及语言方面的帮助 其他核心K12项目的帮助 在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之间提供 只要您在加州居住 您就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或是计算机 使用在线资源 Mosquito Fire产生的烟雾 开始在北加州造成 威胁健康的空气质量 内华达山脉的Mosquito Fire 产生的浓烟 正在加州北部造成危险状况 由于强风使消防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烟雾也使空气变得更为窒息 这场迅速蔓延的大火属于9月6号 目前是该州最大的火灾 只有10%得到了控制 根据Kelfair的数据 截至周一 它已经在阿尔多拉多县和普莱瑟县 吞食了46,587英亩的土地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